男主阿华从小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 她的母亲因为殉情跳楼自杀 只留下阿华一人独活 阿华自幼便与黑社会私混在一起 一日阿华受七哥委托喇叭一伙人抢劫珠宝接印 不料事态有变 警察巡逻至此 为了将警察诱离此地 阿华故意开车冲撞警车 警察见状立即追捕阿华 不料阿华在逃亡途中 撞上了警察 一辆大货车 所幸没有大碍 此时警察将其包围 混乱之中 阿华随手抓了一人充当人质 并且驾车成功逃脱 而这名人质名叫九九 是个十七岁的女孩 到达约定地点后 喇叭等人意图杀九九灭口 阿华奋不顾身 以性命袒护着九九 喇叭离开后 阿华见九九衣服被撕破 狼狈不堪 便把自己的外套脱下 扔在她的身上 接着阿华粗鲁地替她戴好头盔 并野蛮地将她的双脚拉开 跨坐在摩托车上 亲自送九九回了家 无意地邂逅 让两人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家后的九九并未报警 然而警察却找上门来 警察将当日 所有的犯罪人员抓回警局 只要九九指认他们 便能定罪 然而九九并没有指认他们 警察也只好放走了这群人 然而喇叭等人 并没有就此放过九九 还派手下去谋杀九 危难之际 阿华及时出现 捅上了喇叭的手下 救下了九九 两人驾车成功逃脱 随后两人躲在 简陋的酒店房间内 九九一直低头不语 不敢指示她 而隔壁房间 时不时地传来 女人的声音音声 九九听到后 只觉得坐立不安 羞涩地无处躲藏 阿华见起胸壮 觉得好笑 就用啤酒瓶挡住自己的脸 过了一会儿 喇叭等人 已经追到了此处 阿华与九九逃无可逃 被逼上了天台 两人终究寡不敌众 双双背擒 阿华的腹部还被捅伤 鲜血直流 可喇叭非要砍下 阿华的手才能解恨 幸好七哥及时赶到 阻止了她 纵使七哥好言相劝 喇叭人咄咄逼人 不肯放人 于是七哥挥刀 刺入自己的腹中 一刀还一刀 这样喇叭就无话可说 只好放走了阿华 阿华的腹部血流不止 九九惊慌失措地 用手帕替她捂住伤口 但阿华却只是叫她离开 自己独自乘计程车离开 九九深知阿华受伤因她而起 于是炖了一些汤 准备给阿华喝 终于在一处酒吧内找到了她 然而阿华对她依旧冷漠 一句话也没说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时有两个混混走过来 与调戏九九 阿华便又出现被她解了围 随后阿华带着九九去了赛车场 阿华与人赌博 并要求女生要站在车顶 抓住栏杆比赛 那是一场疯狂的赛车 阿华与对手激烈地驾驶着车辆 车顶上的九九胆战心惊 不停地喊叫着 直至对方车上的女孩被甩下车 比赛才结束 阿华满不在乎地问九九 怎么样好玩吗 但九九只是蹲在车顶上 失声痛哭地说 我今天生日 所以才来找你的 阿华一听 为之一震 深知自己辜负了这个女孩的一番深情 于是阿华立刻追了上去 此时身旁汽车忽然爆炸 满天火光 群众纷纷四下逃窜 没有阿华与九九站在原地紧紧拥抱 彼此的温度让一切都冰释前嫌 当晚阿华为九九庆祝的生日 九九顽皮地将整个蛋糕拍在她的脸上 让她瞬间变成了小白脸 而阿华也假意要修理摩托车 并趁机弄得九九一脸黑乌 瞬间成了大黑猫 他们在雨中嘻嘻玩闹 不知时辰 两人恋爱了 九九甘愿陪阿华一起擦车 甘愿陪她在街头上席地而坐 而阿华也打算改席归正 要把车子卖了做点小生意 可天不遂人愿 九九的父母从国外回来 准备带九九去加拿大念书 与此同时 阿华与七哥的老大被人砍死了 阿华别无选择 只有加入混战为老大报仇 两个帮派的人厮杀在了一起 阿华也身受重伤 他不愿九九见他这一般狼狈的模样 索性独自前往澳门的外公家养伤 但九九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澳门找到了他 在见到阿华伤痕累累的脸时 九九只是含泪不语 见阿华手上还缠着绷带 便接过他手中的碗筷喂给他吃 阿华坦言 你跟着我 我不能给你什么 九九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接着阿华又问 你会不会后悔 九九躺在阿华的怀里不断地摇着头 在澳门期间 两人到处游玩 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中秋这晚 警察却贸然闯入 原来是九九的母亲报警 控告了阿华拐骗少女 随后他们便一同离开澳门返回了香港 阿华这边因老大被害 喇叭欲于七哥夺老大之位 喇叭已设下红门宴 只等七哥上门 另一边 九九为了不让母亲控告阿华 不得不跟随母亲去加拿大念书 临走前的最后一夜 九九来到阿华的住处 与之告别 喝醉酒的阿华却不领情地 将房间内的东西摔坏 九九只是站在一旁 默默承受这一切 并重新整理好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在照顾好阿华后留下我要到加拿大 保重爱你无会的字句后就离开了 酒醒后的阿华跟随七哥 去与喇叭附会 喇叭出尔反尔 直接用刀捅向七哥 局面瞬间大乱 双方在酒楼中厮杀 阿华被喇叭用煤气罐支头部重创 七哥为了救阿华被乱刀砍死 还好阿华被友人救走逃离现场 但他已受了重伤 脸上满是肿胀淤血 以及怎么也止不住的鼻血 他自知命不久矣 临死前 他不顾一切地找到了啾啾 啾啾再次坐上了摩托 并紧紧地抱着阿华满脸幸福 阿华带他去了婚纱店 并撒开了婚纱店的玻璃窗 取出一套白色婚纱与西装 两人穿上后仿佛一对新人 阿华算是了结了心愿死而无憾了 随后阿华驾车匆匆离开 啾啾则穿着婚纱 赤着双脚追寻着他的背影 阿华找到了喇叭 他要给七哥报仇 又是一场混战 经过短暂的厮杀后 喇叭最终被阿华的好友 从背后刺死 但是阿华一倒在血泊之中 最终只留下周久独自一人 在公路上绝望地奔跑着 正是天若有情天一劳 遥遥忧恨难尽 惆怅旧欢如梦 绝来无处追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